意大利女排悲剧了马赞帝 前功尽弃 蔡斌堪称是喜从天降 中国女排是联赛争冠 迎来了意外惊喜利好加码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在第三周女排国家联赛正式开打之前 所收获了一条振奋人心的重大利好消息的到来 伴随着这条好消息 到来之后也意味着咱们中国女排 我们拿下最终国家联赛的冠军奖杯 则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让蔡斌和中国女排堪称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那么众所周知 咱们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女排国家联赛 我们是吃到了两连败 那么由于拿到两连败之后 我们从此前的积分榜并列第一 下滑到了第四位之后 让很多球迷对于中国女排的争冠前景和命运感到担忧 大家认为中国女排想要夺冠 或许有些困难了 因为就现在的中国女排 我们打硬仗的实力和水平来看 我们连半主力的意大利和波兰这种球队都赢不了的话 我们后期面对塞尔维亚 巴西美国这些强队 接下来的第三周 或者说未来的总决赛 面对这些强队的时候怎么打呢 或许真的打不了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 如今来看 其实中国女排 我们在历史的交战记录 以及计战术风格 以及各方面的一个整个人员配置和打法来看的话 中国女排 其实我们在本届国家联赛 我们最忌惮的一个对手是谁 其实并不是塞尔维亚 美国和巴西这些球队 其实这些队伍 中国女排跟他们打 互有胜负 谁赢谁输 其实胜负难料 对吧 我们第三周 无论是碰塞尔维亚 还是碰美国 还是说总决赛 再碰这些对手 或者说加上巴西都算到里边的话 中国女排打他们 其实我们都是有着一个胜算在里面的 但是唯独进入到新的周期 咱们中国女排 我们争贯道路上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着一个最大的对手和克星 谁啊 就是马赛蒂所领先的意大利女排 意大利女排 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女排 我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那么不管是去年的女排国家联赛 还是世锦赛 他们都是上演了 在淘汰赛阶段的一轮游 直接把中国女排给横扫出局 而今年的国家联赛第二周 我们又一次输给了意大利女排 对吧 而且意大利还是半主力 足以证明了 人家意大利女排 如今她已经似乎 打中国女排 已经到了一个手到擒来的一种地步了 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很不利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这也让中国女排让财兵感受到了压力 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后期在总结赛 再碰到了意大利的话 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种非常大的阻力和挑战 虽然说我们在第一轮碰意大利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意大利她很有可能第七第八名进入到总结赛 而中国女排我们不可能拿到前两名的成绩 所以说这样一来 中国女排要做好在第二轮碰意大利的这种准备 但是意大利她能不能打进第二轮 这一点很关键 如果意大利连第二轮半决赛她都打不进去的话 那中国女排就将会坐收渔翁之力 但是要知道意大利女排目前并没有派出她的最强阵容出战 如果打到总结赛 她的几名核心队员如果真的能够回归的话 那么意大利女排她是完全有可能打进第二轮 甚至打进最终的决赛的 所以说我们要关心着意大利女排 她们的整个阵容配置是怎样的 那么就意大利目前来看 其实她的整个三周的成绩来看 第一周低迷三连败 第二周已经实现了触底反弹 目前打进前八 第三周只要延续一个好的势头 她是完全有机会能够把排名进一步的提升的 那么在总结赛时期 这支球队她的几个核心能否回归 包括她的规划球员 包括她的核心埃格努 那么根据我们刚刚得知的消息显示 马赞蒂她似乎有点前功近期的意思 意大利女排有点悲剧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仅她的核心球员 埃格努连续缺席三周的分战赛 就连总决赛目前来看 埃格努也是不会打的 那么他们此前把所有的宝都压到了 规划球员安特洛波瓦身上了 但是呢 安特洛波瓦她的规划手续怎么样了 至今为止她的护照还没有拿到 她的相关手续还没有流程走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也是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总决赛 在这两大核心无法参加总决赛的情况下 意大利女排她的球队阵容就存在明显的短板 和整体的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这套残阵想要在总决赛有所作为是很难的 所以说大概率 意大利女排在总决赛会上演一轮游被淘汰出局 那么中国女排 只要说我们渡过了首轮关 来到了第二轮 我们是碰不到意大利的 所以说只要意大利不晋级 我们在第一轮也好 第二轮也好 我们碰美国也不怕 碰巴西也不怕 我们碰谁都不怕 我们都有得一打 再说眼下来看 意大利她在总决赛 是我们中国女排坐收渔翁之力的好消息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能够在财民之导的戴争之下 借助着这一次天赐良机 能够朝着最终的争冠的冠军奖杯 而全力的发起冲锋 我们也拭目以待